5月24号国际油价隔夜重挫于5% 连续第二天下跌 刷新近两个月低点 纽约原油期货最大跌幅6.63% 初级3月13号以来最低点57.33美元每桶 英国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日最大跌幅5.59% 创3月28号以来新低至67.02美元每桶 原油价格的暴跌震惊国际金融圈 全球投资者纷纷在问为何暴跌 此时一条来自中国河南的消息 在金融圈里广泛流传 解释了油价暴跌原因 原油暴跌当天 5月23号河南南洋日报头版文章 水清发动机正式下线 市委书记点赞 文内称水清发动机在南洋市正式下线 这意味着车载水可以实时制取氢气 车辆只需加水即可行驶 根据青年汽车官方的介绍 青年水清燃料车不用加油 也不用充电 只加水 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 轿车可达1000公里 青年水清燃料车的工作原理是 车顶安置一个蓄水箱 车内的特殊的转换设置 可以将水转换成为氢气 再输入氢燃料反应堆 产生电能 然后驱动车载电机和引擎 使得汽车行驶 相关报道出炉后 虽然外界有诸多不可置信的消息 涉事企业青年汽车集团董事长 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称 水清燃料汽车技术已成熟 不会延缓南洋项目进程 诸多网友纷纷调侃 国际原油价格暴跌的原因找到了 以后开车不用加油 只需要加水就可以了 好的 刚刚讲了这么多不正经的正经消息之后 我们回到国际原油市场上来 昨日原油暴跌的主要因素是美国原油库存大幅增加 数据显示 上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连续第二周显著增加 环比增幅为470万桶 环球金融家注意到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再次提高 同时美国又一次释放了战略储备原油 推动了美国原油库存量的攀升 未来决定原油走势的因素 在6月初的OPEC会议 如果在会议当中 OPEC继续减产 则油价有回暖的可能 从现在的诸多信息看 产油大国沙特和俄罗斯 均表现有减产的可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们深入了解 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脉动